今次的計劃是應用了新研發出來的材料 這個材料是人造皮 是應用在利園商場裏面 正因為燃料材料有抗菌抗病的功能 所以可以有效幫助社區減少病菌的傳播 同時也可以減低清潔頻率 可以將時間分配去做其他前世的工作 通過今次和希腎合作 根據他們的要求 我們改善了我們的顏色和質地 最後的產品可以滿足指控上的要求 如果今次這個POC計劃成功 希望我們的材料可以應用在另外一些場景 例如酒店、醫院 提高這些場景公共健康和安全 在今次POC計劃裡面 Albercaster Technology 為希腎提供U-Van智能通風系統 以減少希腎廣場 Foodcourt的氣味和油煙排放 從而改善Foodcourt對銅鑼灣周邊環境 帶來的潛在氣味和空氣污染等等的問題 U-Van智能通風系統 主要是由氣味油煙處理和IoT platform 兩部份所組成 在氣味油煙處理方面 我們利用了我們的特定的UVC光解技術 去分解氣味和油煙粒子 而物業管理團隊 亦都可以透過我們的IoT platform 去清晰了解到通風系統的運作情況 今次是香港Foodcourt 首個進行的氣味控制測試項目 在整個測試期間 我們所收集到的數據 和結果將為香港的空氣污染管制 和政策規劃提供一個相當重要的參考 對Community Lab的工作團隊 亦都為我們提供了相當寶貴的建議和指導 令我們了解到物業管理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通過這個項目 我們希望能夠改善到社區的生活環境 從而為建設更移居的智慧城市作出貢獻 Parmico希望通過創新建築物料的研發和生產 提升建築效率 以實際的行動減少碳排放 協助應對氣候變化 我們其中一個發明專利 是利用棕裏纖維製成的棕裏環保板 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參加The Last Mile Testing Program 利用我們的環保材料設計 和製作位於欺慎廣場的快閃店 目的是展示Parmico的低碳材料 和無法式設計怎樣可以提升可持續性 真正達至Smart Sustainability 在過程中 欺慎的導師和香港科員 對Community Lab的團隊 給了很多專業的建議 令到整個POC項目 更加配合商場的實際營運需求 隨著政府和大企業 訂立更積極進取的減貪目標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綠色科技 能夠應用在建築和樓宇營運上 為可持續發展的範疇作出貢獻 為可持續發展的範疇作出貢獻